自国际社会加大对中东恐怖组织IS的打击力度以来,大批IS组织成员已经离开中东,并进入了到阿富汗境内。 这给本就不太平,但阿富汗又蒙上了一层战争的阴影。 2001年开始,美国已911世界未借口,向阿富汗境内派起演了大批部队,并对它一般组织进行了打击。 此后为期13年的阿富汗战争就此爆发。 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但是美国仍然在当地保留了大量的驻军。 所以,美国所宣布的战争结束,这并没有令该地区存在的风险下降。 2014年9月,IS恐怖组织大量进入阿富汗。 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了当地一股不小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当地以及周围国家的安全。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面临着两大敌人。 一个是塔利班组织,另一个就是RF恐怖组织。 很显然,美军在该地区的战斗非常吃力,他们虽然拥有精进的战机和坦克,但是阿富汗境内多杀多丘陵,战机常常无法找到敌军的打击目标。 而坦克也只适合在平原作战,几乎无法在阿富汗境内发挥出更多的效果。 但是塔利班和IS却不一样,他们在岸,国际联军暂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对美军发动袭击。 即在10月,国际联军就遭到了多次袭击,其中一次甚至险些导致美国阿富汗联军总司令奥斯汀米勒死亡,由于美军在阿富汗境内的作战势力,导致外界众书纷纭,认为美军在阿富汗另有企图。 据11月24日央视新闻报道,针对美军平平失利,俄罗斯指责到美军想利用阿富汗国内的混乱局势来达到了他们驻军于此的目的。 另外,俄罗斯还提到了IS组织,就是美国送的阿富汗的。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鉴于美军在阿富汗反恐失败,俄罗斯将重返阿富汗,帮助他们剿面IS恐怖本子, 以推动中亚地区的和平局势。 目前,俄罗斯已经派出70名,精锐抵达爱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 并与巴基斯坦部队开展了一次反恐军事演习,而更多的部队也已经出动,正在赶往阿富汗的路上。 专家表示,俄罗斯的到来,无意会使得爱富汗国内的冲突升级。 当俄罗斯进入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境内就存在五股势力,分别是美军、俄军、阿富汗安全部队、IS组织以及塔利班组织。 其中阿富汗的安全部队也有存在着IS和塔利班的卧底。 所以当俄军介入之后,该地区的局势会更加复杂。 同时专家们也指出,俄罗斯宣布重返阿富汗,也是给IS组织发出了一个警告。 恐怖组织是全人类的公敌,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俄罗斯也不例外,俄罗斯军队抵达阿富汗后,将毫不留情的对IS恐怖组织进行打击,确保爱富汗国内的安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